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中国的外貌新护卫舰近些年扩大了自己的市场版图 特别是孟加拉国不仅买了基日056型的全新C13B型独立基金新护卫舰 还向中国购买了二手的053H2型江湖三星护卫舰 可谓是大主顾 但包括孟加拉、泰国 在那一些传统中 国护卫舰使用国 虽然对性价比很高的中国护卫舰评价不错 但对它的雷达都不满意 分分更换了欧美高级火 的换装Kronos雷达的F15件 金7南海舰队的054A型护卫舰运程舰餐 加印度洋海军论坛夺边海上搜集演习 一张照片引起了乌龙的关注 孟加拉国海军参加演习的正式F1525842号 也就是2014年3月交付孟加拉国海军的 两艘二手江湖三星护卫舰之一 但其主位的老式354型雷达却不见其宗 换装了一台平板天线 颜值很高的新型雷达 意大利雷达也在骁龙等外貌产品上和中国竞争 但这台雷达险然和中国国产阶载队空对海雷达中一支的型号对不上号 经过网友考证 这是一台意大利斯莱克斯公司新研制的科罗诺斯 KRONOS 建载多功能三坐标雷达 是兼顾近度和搜索距离的C波段雷达 搜索距离可达250公里 采用固态电子扫描天线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小盾 无独有偶 抛弃老式中和国产雷达的 还有90年代中国引以为傲的F2T型护卫舰 也就是泰国的拿来送人 拿来送人 几乎未见 两艘F2T在泰国海军服役多年后 终于在近两年装上了原计划安装的MK4-1锤法 同时将舰上主为的中国造360星雷达拆掉 换上了同样式电扫天线的瑞典高级或海上长颈鹿 C-ROF多功能雷达 这种雷达也是美国海军独立 极兵海战斗机使用的 海上长颈鹿雷达实际上 中国现在出售给别国的护卫舰 在整体设计上已经达到了一流水准 但在雷达和武器系统方面 却自成一体 有时候难以满足使用国的需求 在近几年泰国海军 新一代护卫舰定标上 韩国大宇的DW-3000H护卫舰 更是凭借可以无缝使用西欧仙金的雷达 武器系统 击败了中国基约054A的F40T方案 DW-3000H即时 中国不是没有能力将仙金的雷达 放在护卫舰上 可能还是观念问题所致 原因在于 护卫舰在中国海军 主战舰艇中 属于近海防御力量 地位不及驱逐舰 现在中国海军自用的驱逐舰实现了全顿化 所以054A使用的是成本更低的兵扫 三座标雷达 海银S1型 056使用更便宜的 361系列二座标雷达 054A也是使用追求性价比的382雷达 但是对于想要购买中国护卫舰 的国家来说 护卫舰已经是海军的台主了 招搬这种追求性价比的做法 并不能满足客户全部需求 这一点也十分值得中国传贸等出口单位注意 作者署名 乌龙防卧品